現在這個社會可以說22K很夯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樣減少我們生活上花費的這些負擔呢 那再來其實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小黃在路上開一開去 他有將近35號的時間還有路程 其實他車上除了駕駛以外是沒有其他人的 但其實這個是一種資源浪費 他車上最多可以載五個人卻只有載一個人 而且他這35號的時間他沒有載客人 他沒有在做不算是在營運 那其實他就是浪費掉的 而且另外一個問題是說這35%的時間跟路程 他排放廢氣其實也通常是對五度是造成污染 因為他本身有沒有什麼價值 那接下來就探討到說這個廢氣其實 這是一個統計數據出來 就是2012年整年的氣質排放的碳 排放的碳其實就等於9萬週單 生命公園一整年吸碳的量 所以這是非常可觀的 所以說我們要如何解決這些資源浪費 或者是環境污染 而且本來這幾乘車 我們自有的客車 每個人家自己有的那輛車 空車率一定比健身更高 所以一定我們的空車率高達90% 而且有的時候是沒有人在車上面 擺在那邊讓他一直老化 所以說我們Cupo跟 共程跟剛才那些東西有什麼關係呢 那有些人會想真的那麼了解 現在的共程到底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在運作 所以我來簡單講一下說 我們Cupo現在目前的一些服務 是在做些什麼事情 還有共程到底細部的運作是什麼運作 那簡單來講說 假設左上方這一塊是有一群人 他們工作的區域都在這個區塊 那可以想像是新竹竹科或是南科內科等 那下面這個區塊可能是 這些人當中他們有部分人 其實他們居住的地方 剛好都在附近 那這群人中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塊 第一種就是駕駛 他每天可能自己一個人 開車上下班 那像我爸就是 其實我家已經在台中 那我爸的工作點在苗栗三一 那每天就要來這樣子來回啊 開車那這有什麼問題 越來越來越是郵費貴嘛 再來就是 其實自己開車 來回兩三個小時是有點不料 那再來是換另外一部分的人 他是搭乘搭乘搭乘工具 那如果說今天 像是通勤族上下班 那可能大家下班時間一樣 然後一群人去騎公車 去騎捷運 其實工作這麼累 其實有時候就有點不舒適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說有些人他們可能會加班 加到 哎呀就是 捷運沒了 公車也沒了 那這時候他們就非得 就只有計程車這個選擇 但是其實計程車非常貴 那有時候也找不到人一起 那另外一種狀況呢 是廉價 像其實之前過年嘛對不對 過年的時候很多人 他可能會選擇說 欸我先訂好火車票 訂好高點票 但訂不到車票怎麼辦 就去客人站排隊 那一排有可能是一兩個小時 然後才這樣租車位 那可能才坐車回去 那所以這中間 我們就可以想說 如果說這些駕駛他開車 他自己人開車 他車上還有空位嘛 他們住這麼近 工作在附近 那何不讓這些 做大眾出的一些人 就來坐他們這些車子 讓車子使用率提高 並且而且他們 像如果說 今天他們工作都在附近 如果說他們工作地點都在附近 那他們就可以約在工作地點 附近的地方 那對於說那些 就比方說 有些朋友 他可能工作地點現在在郊區好了 那他要先到車站 那可能這些駕駛層 又是要花健身車錢 或是要花空車錢 要花時間 那他們就可以約在 直接在他們的那個 工作地的附近 約好 那直接就可以 開車坐車回家 那這對於一些人來說 也是更省錢 更省時的事情 但是問題是說 他們可能在生活中 他們並不知道彼此 我們在路上看到的人 不會說 我看到你們就知道 你跟我家住在旁邊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這就是 卡普在做的事情 卡普是提供一個平台 讓他們找到彼此 所以說透過卡普 他們就可以 互相找到彼此 並且說 駕駛可以提供給乘客 一些空位 然後一些車位 順路載他們回家 那在這個工程中 因為一般來講 工程 我們會請乘客 補些駕駛一些油錢 那駕駛一般開出的價格 只有高鐵三分之一半的價格 所以說 對於駕駛和乘客 而言都是非常的 就是生活上有些博物 那如果說有一些人 他就做了工程之後 其實我們的 大宗運輸的一些地方 也會這麼擁擠 生活品質也會提升 那所以說 現在卡普就在做的 目前我們就已經在做這些事情 就包括 怎麼讓大家就說 我下禮拜什麼時候 有車子 那什麼時候有幾個空位 那你空位多少錢 那就是看誰要來搭車 那我可以上去找說 卡口上面 哪些地方有車我可以去搭 這樣子 對 那我剛剛提到 還有一個環境的問題 如果說我舉個極端的例子 像是上面有42個人 他每天都是自己一個人 開車上下班的話 你就看到這個交通 看起來是非常擁擠 那這個廢氣排放 就像古巴 全部列在下面 就會這麼多 那我再舉另外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我假設一台車最多賠到四個人 那當然賠到五個人好了 那我就以四個人來講的話 你就發現這個交通就順暢很多了 而且其實還有兩台車沒有做 而且兩台車只有三個人 那下面的排氣量也是少很多 所以說 所以說 共存這件事情 不但是讓大家 更便利更省錢 而且對於環境也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那為什麼我們卡口 會在現在這個時候 來做共存這件事情呢 簡單的 就做一個決定就是說 共存可以讓駕駛不會再孤單無聊 那乘客 你提早 你先找共存 延價都不需要花時間去搶票 去排隊等等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會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覺得 現在是一個分享的時代的到來 所以說手機頻繁越來越普及 那我們聯絡越來越方便 那現在相較於以往 三四年前或是更早以前 那個戰爭的時代 或是人與人的信任情 沒有那麼高 但是現在開始我們覺得 未來我們人與人會更加信任 所以這科技或法律的制定 我們生活會更加安全 那所以說我們會愈來愈愈與其他人 分享我們自己的一些東西 那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那自動機器設備的發展 會讓我們的聯繫更加容易 所以說我們覺得 現在是一個分享的時代 那共存也是一種分享 更像我們的車位 所以說剛才提到我們Cuttle 現在做的共存 就是我們現在通往夢想的一個起點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願景在未來 我們在任何時刻 任何時候 我們只要打開電腦 或者打開手機 開啟我們Cuttle的一些服務 我們可以看到隨時隨地 例如現在我想去某個地方 五分鐘後某一個人 他就會開著他的車經過 我就會上他的車 或者說可能 那個人可能半小時才會來 我覺得有點煩著等 我可以現在馬上加一台線車 就馬上找一堆人 一起跟我搭乘去某個地方 那這樣子可以讓我們的車子提高 變成說 同樣多的人要去同樣地方 我們可以用更少的車 那同時更方便更省時 並且認識更多朋友 那也讓我們的環境變得更好 那其實有些朋友大概知道說 我們台灣目前已經有一些其他的網站 或者是共成的APP 那其實就台灣而言 最大的共成平台還是 就是PTT的這個共成版 那其他的網站和APP 其實使用率其實沒有這個這麼高 那就他而言 他其實有些問題 因為我們要使用他的話 一來是他界面其實比較簡單 再來是要使用的時候 我們可能說我要從哪裡到哪裡 哪一天什麼時候 但是我要搜尋的時候 可能說他從三重到高雄好了 但我今天搜尋台北 我就找不到 因為字不一樣 那再來說我週末 可能說禮拜五要下去 禮拜一天要上來 我就要補兩天 或者我知道我三個週末 我都要回去 那你就要補六天 但是非常麻煩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Cupo看到了這些問題 我們想要解決它本身現有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從去年三月中 就推出了我們Cupo的這個共成網站 接下來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網站 但是現在有怎麼樣的服務 那怎麼樣去解決我們看到這些問題 首先就是我們透過這方法 讓搜尋更方便 我們有很多搜尋的功能 過濾的功能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搜尋 你可以打到非常細的一個地址 完全精確地址 但是就不會因為字不同 因為我們是透過經緯度去定位 你今天你在定一個點之後 半徑多少距離以內的點 另外一個點會被收到 所以說只要你們兩個都輸入同樣精確地點 但是只要距離夠近 你們的行程都會被塞出來 那再來是說 看燈更容易 我們只要勾一下 你來回燈 就是說你看燈一邊 然後來回程也可以幫你自動看燈 那用固定風險的功能的話 你可以接下來三個月內 你同樣一個禮拜幾的 什麼時候想要出去 什麼時候想要回來 也可以一次性地完成 然後再來我們會整理一些 比較熱門的地點 那像機場新竹啊 就可以看到這些專區裡面的工程 那再來我們可以透過訊息功能 先確認了要搭乘他的車了 或是要載他了 再給對方說自己的比較 私密的手機啊 E-mail或者是FB 賣等等的帳號 或是可以看對方的評價 說這個人之前工程 別對他的評價怎麼樣 再決定要不要搭乘他的車 那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在下個月中 計畫推出我們連續APP 然後到時候 我們會成為全台灣 唯有手機 APP跟網站的工程平台 那到時候我們要找工程啊 查工程 都會更方便 隨隨地都可以查 那也不用說 一定要去看電腦 才可以知道說有沒有人找我 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網站的 都在上面 就是使用者的一些 他們自己在上面打的一些東西 這樣 那可以發現說 有些人就這樣 去看五月天點上會有沒有 在這邊也有人 共程去看五月天點上會 那 共程上路跑啊 或者是 還有以色列的朋友 來用我們COP的服務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人用共程求婚 然後還有是 腳受傷 腳上不能搭公車 只能搭建設很貴 沒關係 來找共程 這樣有人可以載你 好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說 我們今天在104 放下來募資平台上的一些 簡單的方案這樣子 對 那我們來這裡募資 就是想要募資 我們第一筆的創業資金 那我們相信我們能透過這筆資金 把共程介紹給各位朋友 然後把 推出更好的服務 然後開發更多安全便利的功能 給大家一下使用 那 不論你 怎麼樣 一點點金額 或者是很多的金額 贊助我們 我們都非常感謝 那會在我們網站上 製造我們最深的謝意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非常認同共程 然後熱愛分享的話 你可以贊助我們 或者這是我們設計的共程貼紙 這是我們設計的共程T-shirt 那穿上它 貼上它 告訴身邊的朋友說 共程有多棒 然後再來說 如果你真的非常想 快點找到共程的話 我們可以讓你的共程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是搜尋結果的置頂這樣子 30天 那更讓更多人看見你的Needs的共程 那再來是 我們未來網站會 可能會計畫抽取一點 就可能刊登費 或者是手續費 等的一些費用 那現在贊助我們的話 永遠都不會被收到這些費用這樣子 那最後這個呢 就是說 如果說你接下來 可能想要辦活動 譬如想在花蓮的海邊 或在山上搬上熱血路跑 或是想辦一場浪漫的婚禮 但是這些地點 或許它的交通不是那麼便利 那你想說 參加的人可能會不會因此 就不想來了 那沒關係 贊助我們可以馬上幫你 成立一個專區 那專屬你活動的專區 讓所有參加的朋友呢 可以共程 方便啊 又可以省錢 這樣子的前往你的活動 或是說你覺得 共程的概念非常棒 你想在你的工作區域 或者是你住駕這個區域 成立你們自己的共程專區 那也可以贊助我們 那我們馬上可以幫你做一個 好 謝謝大家的母婷 那剛剛感謝大家在我 就是卡普斯 下夢想的路上 和我們一起共程 那我是林伯福 那這是我們夢想搖籃 贊助的網址 還有我們觀光網頁 那不然歡迎大家就是 上我們網頁 或上贊助的網站 幫我們加油留言贊助 這樣子 謝謝大家 換我來救我 你朋友想 Geneke 你吧 我們很快 不З kend可能 來救我 是 好 王